塞罗你给我赶快走 我们都讨厌你 对啊 塞罗 你怎么还赖在这里不走 我都替你感到丢脸 你们不要赶我走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都要赶我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塞罗都被大家嫌弃了 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终于让我练成了变身术 我打不过塞罗 我还不能替他干点好事吗 于是贝利亚变成了塞罗的模样 手里还提着一个邮箱 他这是要干嘛 这时候小迪迦和小塞罗 正在河边洗澡 假冒的塞罗就跑到河流上游 把不知道什么药 倒入了河水里面 这一幕正好又被迪迦看见了 塞罗在前面干嘛 怎么还往河里倒东西 他这是要干嘛 就在这时 一阵黑烟冒起 小迪迦和小塞罗 居然变成了黑暗形态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变成了黑暗形态 我们这样子还怎么出去见人 我们这样都没办法去上学了 这个可恶的塞罗 没想到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居然还敢这种事 我要上去找他说理 可就在这时 假冒的塞罗飞快地逃跑了 这个塞兔子跑得还真快 我要把他的真面目告诉大家 一定不能再让他骗大家了 我这就把小塞罗和小迪迦背回去 帮助他们恢复光明 这个单纯的迪迦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到时要看看塞罗是怎么被赶出光之国的 小塞罗 小迪迦 你们别担心 奥特叔叔们这就帮你们恢复光明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小塞罗和小迪迦恢复了光明 谢谢奥特叔叔们的帮忙 我们真的没想到 塞罗居然对我们下毒 他真的太坏了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我一回来大家就赶我走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有谁能告诉我吗 塞罗 你还是跟我走吧 光之国不要你 到我这里来当儿当家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人帮我证明 那我只能加入黑暗了 快看 贝利亚抓了小塞罗 还有格力桥 塞罗一个人艰难的在网上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塞罗 你赶快上来呀 你的小塞罗和格力桥 可都在等你呀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果然是去光的奥特曼 都是垃圾 小塞罗格力桥 你们坚持住呀 我马上就能爬上来救你们了 即使没有光 我也一定能救你们出来 塞罗爸爸 你别上来呀 你体内的光太少了 你现在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别上来呀 是啊 塞罗哥哥 你现在太虚弱了 你快去收集更多的光 获得无限的光之能量 这样就能打败贝利亚 你别上来呀 哎呦 喂 塞罗 你怎么爬得慢吞吞的 你以前不是很嚣张吗 以前不是很帅气吗 现在没人喜欢 没人给你光 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让我扎吉大人下来帮帮你吧 不 我不能放弃 我绝对不能放弃 我要爬上去 救出小塞罗和格力桥 于是塞罗拖着受伤的身体 再一次往上爬了起来 贝利亚大人 你看塞罗这个样子 我要把他丑照发出来 让光之国和地球的小朋友知道 他们的塞罗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我要让他们都嫌弃塞罗 不给他光 你这个小渣鸡 你是脑子进水的吗 万一有不听话的 把光都给了塞罗 我可不是他对手 到时候你自己上 我可不想完蛋 输不完的阴晴欢远却 半生风雪 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 换不回 哭言总要难飞 心是谁了解 唯有明月来相随 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 小强你在干嘛 你一天对着这个奥特曼玩具擦什么擦 不就是一个破奥特曼玩具吗 赶快拿去扔了吧 真的是太脏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 没有光 奥特曼都是骗小孩的 妹妹你说 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奥特曼吗 哥哥你快看 你的玩具复活了 小强你好 我是塞罗奥特曼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召唤了 可是你们怎么一直不出现 难道你们真的离开了吗 小强呀 我现在只能用我微弱的力量来和你见面 因为现在相信光的越来越少了 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我这就带你去光之谷玩 不会的赛罗哥哥 我们都还记得你 对了 我把你的帅照发出来 让大家把爱都给你们 这样你们就能来陪我们过暑假了 快看 怎么一群黑暗奥特曼围着贝利亚跳舞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这次我终于站起来了 现在奥特曼都被我控制了 那是因为我有魔方阵 没有一个奥特曼能逃出去 他们只会乖乖听我的话 贝利亚 你快放了我的奥特兄弟们 不然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塞罗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 你要是敢打我 那你永远也别想解除他们的封印 因为只有我才有解除封印的咒语 只要你加入黑暗 然后完全听我的话 我就把这些奥特曼放了 不然的话 你就别想救他们 这可怎么办啊 现在这么多奥特曼 都被贝利亚黑化了 我只有加入黑暗 才能解救他们 我也不想呀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塞罗 你真的是太棒了 现在你就是我的二当家 所有人都可以听你的话 除了我 小塞罗 你听我说 我现在还有一点意识 现在你只有一个 办法能帮助我们 你去小贝利亚那里 想办法掏出贝利亚的咒语 塞罗 爸爸你放心 你们再坚持一下 我肯定能帮你们恢复光明 我这就去找小贝利亚 于是小塞罗 背着他最喜欢的萝卜刀 去找到了小贝利亚 小贝利亚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跳舞 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萝卜刀 你想要吗 我可以把萝卜刀送给你 真的吗 小塞罗 平时只看见你们 在玩萝卜刀 我也一直想要一把萝卜刀 可是你们都不给我 但是我给你萝卜刀 也有一个条件 我知道你一直想加入光明 只要你告诉我 你老爹贝利亚的咒语 怎么才能帮助奥特曼 解除封印 只要你告诉我 我不但给你萝卜刀 我还会让你们加入我们 以后你就可以天天 和我们玩了 这有什么难的 我这就把咒语告诉你 你快把萝卜刀给我吧 那你慢慢玩吧 小贝利亚 我要先去解救 奥特曼叔叔们了 于是只见小塞罗 不断地对奥特曼们施法 果然没过多久 奥特曼们全部恢复了光明 此时的贝利亚 还全然不知 这是怎么回事呀 怎么奥特曼全部恢复了 我这就把他们 丑照发出来 你们快帮帮我呀 果然被奥特曼抓住了 我可就惨了 No.4 No.3 No.2 No.1 Sawman Day No.3